您还在使用非法机上盒吗? 由刑事局电针大队及保安警察组成的专案小组 经过两个月的网络追查 成功破获一个由6名嫌犯组成的非法机上盒电信犯罪机房 里头共查获250个未开封的千询盒子机上盒 13台卫星解码主机以及48台四伏主机 这也是台湾首度瓦解非法机上盒集团的案例 警方呼吁民众不要购买版权不明的非法视讯设备 选择合法业者才能遏止盗版以及侵权歪封 民众用3000块不等的费用购买之后 就可以免费观赏 这样的一个购买行为 其实严重的侵害国内的隐私环境 民众不仅助长了这些侵权的行为 而且这些业者他本身架设这些主机 来提供网络的民众使用 而间接了让整个网络的安全秩序 形成的一些威胁 专案小组经过两个月的网络追查 发现坊间贩售的千群电视机上盒 利用反向代理技术 结合伪装境外网址方式 将电影 制剧 韩剧 国内戏剧以及直播新闻节目测录 并且非法重制播出 造成国内外频道有限电视业者 生态损害高达上亿元 日剧海外版权公司感谢台湾警方 协助瓦解侵权集团 特别派代表致赠感谢状 感谢台湾警方为维护智慧财产权 所做的努力 NCC或刑事局都有在做一些网络的巡逻 如果透过一些比较不正当的管道 去贩售那些机上盒或者是利用一些软体 去做侵权的话 其实我们是与法不容 我们依法会来做所谓的追溯 那当然还是呼吁各个民众 在这种来不明的产品 或者是影视的一些侵权的软体 千万不要去使用 以免自己本身也出发 刑事局电针大队队长庄明雄强调 在台湾境内的千群机上盒集团 已经全数破获 也呼吁消费者透过非法机上盒修饰 以严重危害台湾合法业者的生存环境 民众千万不要购买版权不明的 非法视讯设备 唯有选择合法业者 才能遏止盗版其侵权歪风 警方未来也将加强查气 持续扫荡不法 接触 5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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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